同样也是好消息 宜兰子弟今年的体育成果是相当丰硕 尤其在亚运、亚青在世的划船项目当中 更是旅创家机 另外在亚洲杯的溜冰比赛 也是拿下女子银牌 对于选手用心的练习 县长林聪贤今天特别颁奖肯定 并也表示 未来会挹注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培训 让他们可以为宜兰县再创家机 今天受奖的对象 包括这次亚运在划船项目 获得银牌的游中威 还有亚洲青年划船锦标赛 拿下三金二统的优秀选手 另外在溜冰项目 也有人在亚洲杯当中 拿下一万公尺的银牌 代表选手支持的亚运银牌游中威表示 这项荣誉是属于许多人的 尤其自我的坚持更重要 期望这面奖牌是给其他选手 也给他自己迈向更好成绩的动力 我这面银牌可以让我们宜兰县的学弟妹 做一个好榜样 让他们可以学习 我非常开心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其实我蛮紧张的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但是我的分享的经验是 只要坚持不要放弃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为了加冕这群用心努力的选手 县府会将他们手印永远留在运动公园的英雄墙上 同时争取更多兼费来培训选手 我们现在只要现级的选手 在国际上在全国的比赛有优异的表现 我们在这边都给他留下这样的一个成果的印记 那也鼓励后进能够多多来学习 那对于他们现在 像我们全中医有得到金牌 这几位优秀的选手 他像亚青鞭又得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勉励他 继续往自己更高的目标前进 那将来我们都会将他们的优异成绩的表现 都一一的在这边做一个登录 让所有他的后进可以来学习 也表示对于他们辛苦努力的付出 给予肯定 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些优秀选手 我们现在有一个体育发展基金会 我们就会重点来培训 比如说这次亚运能够得到银牌 他必须要聘请国际教练来外聘 来帮忙他做更精进的这样的训练 像类似这种专案的训练 或者是必须有一些营养的补给等等 我们找到一些企业将来都可以来做任养 另外106年全国运动会在宜兰 体育会希望各委员会加强训练 将更多荣誉留在宜兰 100坑6年是我们全国运动会 在宜兰关基兴 所以说要拿到这个 算是我们地主地主的荣耀的话 我们必须对这个丹下委员会 来加弓困难这些参照 重点的训练 宜兰兄记者张丽林采访报道 IS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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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